好了 今天這個禮拜的《如是我問》 就第二節不再開始 上一節講到耶教裏面有所謂魔鬼 而這個Lucifer就是魔鬼王 他本來是很英俊的 光明之子 他是一個天使長 奈何他因為妒忌傳說的造反 雖然三分之一的天使成為魔鬼 三分之一的數字其實很多 幾十萬或者幾百萬的天象天兵 不說得少了 因為這個《教義》裡面講述到 有魔鬼這件事 於是一切的邪惡都是魔鬼 引誘人類造成的 本身魔鬼也是一個 不好惡的象徵 很多人不信教就會問 為什麼上帝不殲滅了魔鬼 那這個世界就是全部是好的 美麗的 沒有醜惡的 那在神學裡面 講到 上帝交與了給人 有一個所謂是非之心 有他一個 自己的盛情 可以選擇 好與不好 沒有 這樣的自由 就叫做 意志的自由 你可不可以自我決定自己的意志呢 這個聽起來相當有趣味的題目 但是呢 你查完聖經 是沒有 freedom of will 以及自由 這幾個字 是神學上 研究出來的 好了 因為有邪 所以 在天主教當時的 教廷 他認為 魔鬼經常會作祟 到今天為止 也相信 有魔鬼作祟 這個這樣的觀念 怎麼看得到呢 因為 在天主教來講 仍然 有驅魔的 我們看過 73年的 驅魔人 神父 跟 這個 受到魔鬼 前身 或者入了身 的 可憐者 或者受害者 驅魔 卻專 老的 就心臟病發 拜拜 而年輕人 也將魔鬼 前身的魔鬼 注入自己身上 然後跳樓 一起 榮喪 而那個女生 受到魔鬼 入侵的女生 最後 也能夠 恢復到他的健康 也能夠恢復到原貌 這個 聽說 是由一個真實故事 改篇而成的 那究竟 有沒有 就是驅魔的呢 是不是有沒有魔呢 有沒有 魔鬼的魔呢 那在 基督教 耶教的 講法裡面 是一定有的 不會沒有的 沒有就整個 宗教 不建立了 魔鬼 是一個 反面的 證明神的存在的 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那所以呢 天主教到現在呢 都有驅魔 但是它驅魔 就不是說 全部人的 神父啊 主教是可以驅魔 是 教皇呢 頒布了 一些名單 這些是專家來的 這些專家呢 會 從事一些 這樣的 驅魔活動 好像當年耶穌一樣 驅逐他的魔鬼 出 這個受害者的身體 那當然呢 沒有呢 沒有呢 這件事呢 是 沒有法指證明是 正面的 於是乎呢 就當了是 壞那方面 因為他能夠 有些超能力的 超自然的 方式 來到去 令到 人呢 其他的人呢 是害怕 以實際上呢 在耶教的 教義裡面呢 只能夠是 神 或者耶穌 或者他們 耶穌或者神 賦予的能力的 其他的人 是可以做這些神職的工作 在天教來說呢 聖母馬利亞都可以 不是 不是個個人可以的 不是個個聖人都可以的 那 這個 無呢 所謂無者 就是一種超能力的 現象 這些 負責 產生這些力量的 人士呢 可能是男人 是無事 可能是女性 無婆 那他們呢 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很朴素的邏輯 他們就是和魔鬼有異 而且呢 是受到魔鬼的差事的 那 這樣 還說了得 這些人呢 一旦發現呢 或者審理清楚呢 就會 被消滅了 當年呢 有兩個神父 多明利 我 教會的神父 作了一本書 叫做呢 現在 中文呢 有幾個譯法 叫做 天使之除 或者呢 叫做 魔鬼之除 這個 這個 這樣的書 裡面呢 記載了 毛啊 這種 無私 無論男女 他 他的特點在哪裏 怎樣審訊他 最後 怎樣懲治他 那 中間呢 在這個 二百幾年裏面 死了大約七十五萬人 那麽上下呢 都是呢 牽連到呢 這個 無私 被 教會 天主教會 殺死的 那 這個數字呢 還是沒有正式統計 牽連甚果 尤其是歐洲的時候 他們呢 組織了一個 叫做 法庭 這個法庭呢 就不是世俗的法庭 是一個呢 宗教上的法庭 他們叫做 宗教裁判所 這些 神父或者裏面的法官呢 都經常呢 引用 這兩位 多名尼我 神父的 寫下來 天使之除 一個除去除啊 的 內容呢 來判定 哪個 是 毛 或者是 哪個是 無私 哪個是 無婆 那當年呢 有很多 這樣的婦女呢 大部分 都上了年期的了 他們呢 從事著 一些 我們現在說 赤腳醫生的工作 就是說呢 他們呢 在 鄉間 或者小鎮的地方呢 就和一些人呢 醫療一些 小病 往往呢 她那個 成功率都幾高的 甚至乎呢 有些是接生的 那麼 英國 的國 的文字 來說呢 就叫這些 做 Cunning Woman Cunning呢 在現在解釋呢 是奸狡 狡猾 但是呢 一般來說 Cunning呢 就是 聰明 很醒目的女士 因為他們有這樣的能力呢 很多人呢 就覺得 他們的能力不是 由於 天主次如 不是耶穌次如 可能是 這個 魔鬼次如 嘩 這還了得 這個就 變成了 一種 二端邪說 你知道呢 天主教的教會呢 早期呢 對於 二端邪說 是如何 去處理的呢 一般來說呢 是 燒了它 不是燒本書 不是秦朝皇 燒本書 那麼簡單 又不是坑魚 那麼簡單 而是呢 將 這個 所犯罪的 犯了這個 做作為無事 或者無何的人 這個 二端邪說的罪名呢 可以綁在 火把上 一把火燒了它 那現在 你呢 都很痛 何況呢 還要 下面臭火 然後呢 煮熟你 那人呢 變成 焦炭 一陣臭味 嚇死了 但是很多人去觀禮 去觀火啊 我覺得呢 這樣呢 是 大快人心的事 啊 好可惜 這樣的情況呢 在中國 沒曾發現 沒曾出現過 其實呢 在中國 乾隆時後呢 曾經出現過 一個 風波 這個 所謂 和獵巫 剛才剛才說的 全部是獵巫的風波 有關 這個呢 由孔非力 一個外國人 寫一本小說 叫《叫雲》 在《叫雲》那裡 詳述了 一個這樣的故事 亦很多人 因此而枉死 在這個獵巫的階段的最後呢 做了十八世紀的時候 還是有一條法律 是懲治這些這樣的 所謂 無婆無事的 甚至乎呢 遠去到 美國 西林的地方 這就是呢 現在呢 很多人都說 沙龍煙 沙龍香煙 西林 的地方 當年呢 也有 年輕的女孩子 或者中年 或者老年的女人 都受到獵巫 這個風氣 所需責 因而呢 被處決的 你知道呢 在英國蘇格蘭呢 都算是文明一點點的 他們處理這個 毛呢 毛氏和毛火呢 他們不用火營 他們是用文調 就是說呢 將他們掛蠟鴨 把他們掛在一個繞營台上高 而吊死他們 中間有沒有冤案呢 我夠膽說 全部都是冤案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證據 所有的說法 都是行刑下 酷刑之下 所得回來的 而且很離奇 估計 如何是一件 獵巫的事實呢 西方 在歐洲 火燒 在蘇格蘭 在美國 民調 我們下回分解 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下個星期 即將準時 和大家分享這些 如是我聞的獵巫的 很得人驚的事情 我們請了一位老友 和我們翻譯成白話文 現在我們的技術員 正在進行上字幕 上兩集的字幕很快 和大家見面 今次的字幕也會和大家見面 有字幕我相信 給大家看一些 同時呢 其他字幕 我們都準備緊 為他們加字幕 很多謝各位收看 和很多謝各位的捐贈 好 就此 今個禮拜 拜拜 下個禮拜再見